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关键的是什么? Malaysian Open House 就是今天你请很多人过来吃东西 然后呢 这边的食物都是要煮这些马来西亚的美食 马来西亚道地的这些食物 所以他讲 你可以觉得我可以煮什么呢? 因为他在澳洲 这样很多人肯定没有吃过马来西亚的一些很棒的美食 对不对? 所以这样你马上头脑里面出现的美食有什么呢? 这样可能马来西亚真的太多美食了 OK The first one 哇! Nasi lemak 对吗? 第二个 哇!这个好好吃 插灰掉 第三个 Bakute 对吗?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Roti Chennai 所以你看马来西亚的人民多么的幸福 因为呢 我们都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种族的一些美食 对吗? 这边四个里面肯定也是你的最爱吧? OK 因为这些食物都真的它搭配起来都非常的好吃 好不好? 所以呢 这样我们就选一个咯 OK 你觉得哪里一个你比较会写 OK 你就可以选择那一个来去发挥 然后老师今天教你的是写Nasi lemak OK 这个真的是每个马来西亚人都会吃的 不管早餐 午餐 晚餐 你都可能会选择它来变成你的这个食物 你的那一餐 Right OK 将来你就要想内容咯 OK 复写给你的姐姐Fasha OK 你就可以讲 Nasi lemak这个食物啦 华人吃吗?吃 马来人吃吗?肯定吃 印度人吃吗?也吃 OK 所以它是马来西亚人呢 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常常喜欢吃的美食 叫做Malaysian All Times Favorite 叫做马来西亚人呢 都会常常想要吃这个东西 OK 讲到Nasi lemak这个食物 每个人都喜欢的 这样的概念 OK 然后第二个你可以讲什么 OK Tastes good 很好吃 Because there's egg OK boiled egg 然后sliced cucumber anchovies OK 就是姜鱼仔 Peanut Sambal OK 哇 这样搭配 This is a very great combination Right OK 然后再来第三 They'll fall in love with Nasi lemak 这个Nasi lemak很美味 然后他们吃了肯定会觉得很好吃 肯定会爱上这道美食 好不好 OK 所以呢 这样怎样把这个内容写出来 哦 你就写 Hi 谁自己写啦 那个名字 I think you can prepare Nasi lemak to serve your guests This is because Nasi lemak is Malaysian all time favorite 你自己可以写 刚刚前面老师给你那些内容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用出来 It is a 很出名的食物在马来西亚 A popular dish in Malaysia 你可以写啦 OK 所以Nasi lemak 它怎么样 OK Nasi lemak很好吃 Nasi lemak tastes good It is a combination of 什么东西 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那个材料在里面 有什么食材在里面 你都可以写出来 OK 你自己写啦 Some type of Malay chili can definitely satisfy their taste but 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味蕾 就代表是很好吃的 OK I'm sure that they will fall in love with Nasi lemak OK 你就可以讲 Nasi lemak is a very great food OK 可以自己写 然后结尾的话呢 你就可以写 Yamak我希望我的意见可以放到你 OK Your sis 然后写你的名字 这样子 所以同学们看到吗 其实我们的SEM都没有很难写 都是可以发挥得到的 OK 这样其实把它写出来 也可以拿到分数 但是最关键呢 就是前面你要想得到内容的这个部分 这个算是最关键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都有听老师的这些video 基本上都可以让你有一个brandstorming的环节 去思考这些内容 OK 所以希望老师的影片可以帮到你 记得一定要subscribe老师的YouTube频道哦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OK 我们下次见拜拜